穿着战袍 手持兵器 脸上表情宛如真人 这是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的兵马友 40多年来到各国参展都获得正面回响 这次却踢到铁板 这批兵马友是在去年9月来到美国费城参展 在12月21号当天闭馆之后 人在另一间阅览室参加派对的24岁男子罗哈娜 悄悄溜进兵马友展区 将中国国宝的大拇指折断 带回家做纪念 甚至拍照上传社交网络 男子的举动让当地民众直呼太丢脸 而博物馆人员更是夸张 案发将近三个星期 才发现兵马友手指断了紧急报警处理 强烈谴责的这个博物馆 如此粗心大意的管理 和保安公司 在这门低级的事务 下面我们将派两名文物修复专家 从兵马友专门做兵马友修复的专家 去美国对这个文物进行现场的勘查 大陆央视报道 两千多年历史的兵马友 价值约45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3亿 就算只有一截手指头 也有14.5亿台币的价值 尽管已经追回被偷走了拇指 但就怕有类似情况在发生 大陆方面已经表示 未来各项展览将加强保全控管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